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就在外界普遍期待美中贸易战即将终结之际 特朗普总统的推文 不仅使得贸易战的战火重燃 甚至有可能会导致最终的谈判崩溃 特朗普总统这种在最后的时刻改弦更张的做法 已经不是第一次 美朝的核内谈判 特朗普也是在最后一刻拂袖而去 有评论认为 这是特朗普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 给对手制造最大的压力 所采取的一种战术手段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 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刚才提到的这种评论 就是特朗普总统采取的这种 叫做一种措施 一种战略也好 你的观点是 你是怎么看的 他这种评论 另外这种所谓的 用这种极限施压的这种手段 能不能成功 应该说呢 在特朗普执政两年多的时间以来呢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候 那么他突然改弦更张了 那么包括前面的 我们说这个美朝规核问题的谈判中间 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应该说呢 这个是体现了一个特朗普 目前他的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特征吧 有强烈的这种单边主义 那么然后呢 是要集中谈判的议题 设立一时间表 那么同时呢 制定一个严格的核查机制 进行这个坚决的制裁 而且呢 是把这个最后一刻 拂袖而去呢 作为一个谈判的底线 或者谈判最后一张王牌 至于刚才说 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这个拂袖而去的手段 是不是能成功 可以说呢 他在使这个手段的时候呢 对于美国的一些盟国来说 像韩国 加拿大的 成效是比较显著的 那么可以达到一些 他所希望达到的成果 但是对于他的潜在竞争对手来说呢 其实到现在来说 我们看到的成效 并不是非常显著 朝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至于说为什么 对于像朝鲜 和对于中国 这种谈判过程中 这种极限施压手段 不是非常成功 应该说呢 一方面呢 是对手呢 会担心每一次的让步 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要求 引发更多的让步 这种连锁反应 是这个谈判对手 所不能承受的 另外一个呢 也当然是可以看到 目前呢 至于在这个贸易战谈判中间的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深水区 而且有很多这种核心的纠纷议题 那么这个呢 应该说是导致谈判无法谈拢 或者说一直处在一个 起起伏伏状态的主要原因 接着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谈判 说现在美中贸易谈判 进入了深水区 另外你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纠纷的这个核心议题 那么这个所谓深水区还是核心议题究竟是什么 具体讲的话呢 应该说目前的贸易谈判中间呢 有大概三个方向 或者三个方面吧 是双方分歧比较大的 一方面呢 就是说有一些具体内容的承诺 是不是真正的说清楚了 因为当我们说这里涉及到中国提出的 要进行更多的采购 同时呢 中国要对市场准备机制进行改革 那么中国的产业政策需要调整 而且呢 一些行业补贴呢 中国也承诺要取消 但是这些具体内容到底有多少 是真正能够达成协议的 有多少 还有一些具体事情 没有完全说清楚的 这个还有 有待于进一步的协商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可以看出呢 是有些内容呢 是需要清晰化的 也就是说是口头承诺 中国政府呢 目前做出了很多的口头承诺 但是美国呢 希望的并不是只是简单 那个口头承诺 是希望有更多的落实到 这个白纸黑字上的 那么经过立法的改革呀 新的法律出台呀 或者经过这个政府出台 一些新的产业政策呀 或者新的 这种法律以下的 这种执行措施 这一类的东西 把他这个口头的承诺呢 形成这个纸面化 同时不仅是形成纸面化 而是要 美国希望看到中文版本 那么他不希望呢 就是说有任何的 在执法 或者在立法过程中的 出现折扣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核查机制的问题 美国是希望呢 在真正看到迹象之前呢 是不放弃 这个所谓的 现有的制裁 那么同时要保留这个制裁 只是停止新的制裁 那么中国呢 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 单方面的就是妥协 那么希望呢 是一揽子一个协议 但是呢 这个核查机制如何执行 双方目前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个 都能够接受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当中 是显得 应该说是底气十足的 他并且一再的是宣称说贸易战 对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 对美国的经济 没有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 从很多指标上来看呢 美国的这个经济 的确是非常的强劲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 特别是 那么贸易战是否会对 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首先说呢 特朗普总统在发言中 屡次强调 这个关税呢 是中国交还给美国的 一种这个反向的这个资金的流入 对美国是有好处的 这样的说法 其实不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实际上是很多的 美国进口企业呢 是把这个贸易战中间的 这关税的压力呢 把它承担了 这样的实际上是将来 是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的 不过呢 如果看整个的美国经济 的目前的大的面向的话呢 的确美国经济是 从这个金融危机以后 到目前为止 十年以来发展的是 最好的一段时间吧 到目前为止呢 贸易战对于美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吧 据专家估计呢 大概也就是0.1%到0.2%之间的 一个水平 那么美国出口的 中国的产品的这个下降呢 也主要是停留在 这个原材料和食品行业 一些美国大的制造业呢 出现了一些下降 但是呢 目前只是停留在一个警讯阶段 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 出现一个大的 一个危机性的事情 而且呢 我们说目前美国的第一季度 今年第一季度的 这个GDP的增长呢 实际上还是要考虑 关税实施前的 最后一个月的增长 这样的话 应该说呢 美国的经济呢 是给特朗普提供了一定的底气 那么让他呢 在这个贸易战中呢 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注意到 就是特朗普总统发了这个推文 说这个星期五 就要开始对中国这个增加 这个加征关税 那么美国的媒体 还有国际媒体啊 对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 推文的这个报道 是非常的广泛的 是非常高调的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一个 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但是我们注意到 中国的媒体采取的是 某种程度上是冷处理的 这样一种措施 中国为什么这样做 这一方面体现出来 中国目前在经济方面呢 确实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虽然可能表面上 并没有太说这个压力 过度宣传这个压力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说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吧 它呢 三月份对美国的出口呢 实际上是比18年的6月 大概减少了47% 那么从美国的进口呢 也减少了17% 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下滑吧 这个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同时呢 一季度中国的出口呢 同比下滑也是比较大的 大概出口的这个进口 进口下滑是三分之一左右 出口呢 大概下滑了十分之一左右 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呢 双边贸易额吧 大概减少250亿美元 那么这些对于中国经济内部来说呢 都是一个很强大的 一个负面作用吧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国呢 在一定程度上 不愿意放大这个负面的影响 那么不愿造成国内的这个政治上 或者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个紧张情绪 那么这是一个为什么对于这个报道 采取比较低调态度的一个说明吧 最后差不多还有一分多钟的样子 我们再来谈一谈 我们注意到这个贸易战 从一开始到现在 差不多这样停停打打 可以说是一年多了 你是怎么样来评价 中国政府在这个贸易战当中的 应对措施的 这一年来其实可以看到呢 这也是一个中国政府 在了解特朗普政府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说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可以看出来呢 中国政府呢 首先是低估了美中关系下滑的一个整体趋势 同时呢 他也高估了特朗普本人口头释放的善意的作用 而且呢 中国政府一开始也不太适应 可能到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不太适应 华盛顿目前的这种众生喧哗的权力运作结构 就找不到这个对话人 找不到谁是真正是决策主要的这个决定人 而且呢 中国政府呢 在一定程度上呢 也低估了美国政界 商界 甚至于包括这个学术界 在对抗中国的这方面 所形成的这种统一战线的一个态势 在这种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一年来呢 中国政府呢 在贸易战过程中 或者整个美中关系过程中呢 一直呢 是有点被动的一个样子 一直是被美国牵着鼻子 跟着美国的议案在走 应该说呢 还是要 中国政府呢 可能是希望做出一些能够办法吧 转移啊 消解啊 拿出一些说辞啊 来化解这种危机 但目前看来呢 这样的努力和这样的成效 还是并不是非常显著的 好的 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 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 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